在耶利米书33章 我们从这个第一节开始 耶利米还求在护卫兵的院内 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说 那我就先听在这里 所以他是以色列的王 以色列的王囚禁他 不是什么外国王 不是尼布扎尼撒王 不是什么西律 什么外邦人 是以色列国的最高的领导 完全地拒绝了神的话 完全地拒绝了耶利米的预言 耶利米的宣告 甚至到一个地步 把他被捕了他 囚禁了他 这个是我们读到这里 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个 知道这个经文 这个环境有些不妙 不理想 耶利米是囚在护卫兵的院内 耶和华的话第二次领导他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什么时候耶和华的话领导他呢 他在做一个囚犯的时候 在监狱里面 在一个可能很 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臭的 非常的不舒服的一个 很暗淡的一个 一个小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但是肯定不是很先进 不是很奢侈 不是很舒服 不是很 是让人受苦的地方 但是就在这个地方里面 神的话 领导他 这个很奇妙 因为我们知道 神的话不受限制 无论在什么环境 你有没有过一个感觉 一种 一种 感觉就好像我的光景 糟糕到一个 连神都帮不了我 好像这种感觉 好像这个问题太复杂了 这个环境太负面了 太不好了 好像我们的心里会 会听到一种声音 就连神都帮不了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种声音 但是你想到 那个约伯受苦的时候 他的妻子就帮他 做这个思想的工作 就说 你看你这个环境 你不如弃绝一声去死吧 有时候我们的心里会 有一种完全不幸的 神都帮不了你 你这个环境就是神在审判你 就是神要毁灭你 你还有什么帮助 还有什么希望了 知道吗 还有什么盼望 没有什么盼望 就是魔鬼要 让我们绝望 对自己对世界对周围对神 尤其是对神 我们可以对这些其他的领域 可以绝望 但是我们就是不可以 向神绝望 而且透过这个经文我们也看到 没有必要 为什么 你无论在什么环境 无论在什么地方 无论是什么心态 神的话 就可以像一把刀 就可以穿透一切 可以穿透监狱的墙 墙员 可以穿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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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王的所有的士兵 所有护卫兵 所有他们的宝剑 穿透 穿透这一切 就像耶稣在复活之后 在世还没有升天 他们都在一个房间里面 门锁得紧紧的 他就不知道怎么 他就突然就出现在当中 好像穿过这个墙 神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耶稣就是神的道 神的道就可以穿透 穿透任何的墙 任何的坚固的阴雷 任何的黑暗 他的灯更亮 冰冷的 他的这个 这个火箭更热 所以可以进来 可以进来 不受限制 全能的神 无所不在的神 也是无所不能的神 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 需要提醒自己 有时候我们的不幸 会骗我们 会到一种地步 好像觉得没有希望了 没有办法了 没有帮助了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了 不会有所改变 不会有什么进展 不会有什么发展 不会有 你不如快点死心吧 你不如快点放弃吧 你知道吗 魔鬼就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我们看见 耶和华的话 第二次临到他说 成就的是耶和华 造作为要建立的 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是他的名 他如此说 这就是关键的经文 第三节 神对耶利米的吩咐 神对耶利米的宝贵的应许 你求告我 我就应于你 并将你所不知道 又大又难的事 指示你 就是这句话 你求告我 我就应于你 并将你所不知道 又大又难的事 指示你 所以你想 这个耶利米他坐在这个监狱里面 没有什么希望 没有什么光明 是这么糟糕的一个环境 而神的话在这里临到他 那么首先我们要记住 耶利米这个人 一直是忠心耿耿 所以神本来给他的使命 在耶利米书第一章 他一直完成 他一直在做 他非常忠心 他对神非常忠心 他主要是做了两件 一个是他宣告神的话语 他对以色列宣告神的信息 神的话语 另外他常常为以色列人 祷告 呆导 天天站在破口当中 为他们祷告 他非常忠心的一个 一个先知 耶利米先知 常常为以色列人的罪 那个哀哭 他非常难过 非常伤心 他很爱他的国民 他很爱他的同胞们 但是 而且他一直宣告神的话语 但是他们没有反应 甚至到这个地步了 现在他被囚禁了 而且以色列已经刚应到一个地步了 神的审判 已经等在门前 神的就是最后的毁灭他们的审判 就在他们的门外 就已经逼到他们的门前 所以 而耶利米 他现在在做一个囚犯 所以我想这个 可以想到这个环境是非常非常的悲观的 非常的 没有 没有什么希望 不能够想到一个更不好的一个结果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 神的话 第二次临到耶利米 就相当于一道亮光就投射在他整个的监狱里面 在他的心里面 是一个大光照耀他 你可以想到那些牧人在牧羊的时候 在放羊的时候 然后突然有天使是黑夜深夜 突然有天使出现大光天使 然后宣告这个信息 就好像是 本来就是这么暗 这么冷 这样一个突然有光 耶利米的环境是比他们当时更加的黑暗 更加的黑暗 所以这个预言 或者说这个信息临到他 肯定是非常大 而且我相信他能够感到非常的温暖 他的心里肯定会有一些灰心 可能沮丧的倾向 耶利米常常哀哭 他常常非常难过 他本来可能有这种性格 他可能容易沮丧 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了 他也知道神的话 以色列要毁灭了 被毁灭了 不悔改了 这个王也是刚应到这种地步了 但是突然 突然神的话领到他 突然这个信息 领到他 那么你注意这个信息的内容 你求告我 我就应允你 他会不会当时在想 耶和华我已经 祷告了好几年了 但是你看现在我这个光景 我持续祷告 凭着信心祷告 站在破口当中这么多年 但是耶和华你看 现在我已经吃这个囚犯了 现在这个巴比伦的王在我们的门前 你看现在所有这些祸都要领到我们 然而神的话领到他说 你求告我 我就应允你 你求告我 我就应允你 并将你所不知道 又大又难的事 知识你 换句话 耶利米那个光景 非常的悲观 从人的角度 是没有希望 但是从神的角度 是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这个话 临到耶利米 是叫他什么 耶利米啊 你不要觉得 事情 就是这个样子了 事情已经到了 到了这个地步了 没有什么希望 你不要这么想 你要求告我 我就应允你 你要向我祷告 我有些事情 是你还不知道 你以为你已经知道 你以为你已经走过很多的路 你已经大概很熟悉了 你已经知道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了 而不是这个样子的 实际上 神还有启示 神还有计划 神还有恩典 要给这个耶利米 神有大大的恩典 要给耶利米 其实不但是给耶利米 是要给以色列 你看我们回到这个环境 是什么环境 以色列完全拒绝了神的话语 以色列的王囚禁了这个耶利米 这个外邦 这个外邦军等在城外 准备要吞灭他们 会灭他们 耶利米一个人坐在这个监狱里面 好像是失败 是吧 神的仆人们常常是会遭遇到这种光景 从表面的 从表面的所看到的似乎是失败 你看到这个 诗喜约翰 忠心到底 忠心的服事 他最后结束 也是在监狱里面 所以从人的角度 他叫以色列人悔改 他忠心的传这个 他所知道的这个福音 他介绍耶稣基督 他叫以色列人悔改 受洗 但是最后他们把他杀了 他死在 这个非常残的一个 但是实际上神的大光已经临到了 而且在人间没有出生一个 一个比实习约翰更伟大的人 没有更伟大 所以我们不能够观看 甚至你把自己放在实习约翰的这个 这个 这个从他的角度看这个问题 你肯定会 也许你会觉得 我做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这个吗 就为了死在这个地方吗 就为了一个小女孩子跳舞 就要我的头颅 就这样死了吗 我的荣耀在哪里 我的回报在哪里 我的赏赐在哪里 我的果子在哪里 我告诉你 他的果子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他是先锋 他是介绍耶稣基督给世人知道 他是最伟大的先知 虽然他死亡的时候是那个样子 非常黑暗 但是黎明已经临到了 黑夜过去了 耶稣基督已经来了 福音传扬开了 神迹奇事 罪人的赦免天国降临 同样 耶稣基督 在这种环境里面 不知道 神的全部 他知道一些 但是神让他祷告 让他多多寻求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 神要指示他 那么这个很有意思 神叫他 神对他说话 耶稣基督 多祷告 我就告诉你更多 这个很奇怪 不是吗 这个好像 我们已经面对面了 你已经跟我说话 你为什么就不告诉我 反而说 你要求告我 你要祷告 你要 这个好像很奇怪 对不对 好像你有话说 你就说吧 对吧 你有什么话 你就直接地告诉我 我有点 这个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是觉得 但是 这个就说明 神有奥秘 神有奇事 神有真理 神有计划 他不会轻易 让我们知道 其实 他要我们知道 他要我们知道 他要 他愿意 耶利米知道这些 但是 好像有个过程 有一个 不是就是 这么轻松的 就这么容易的 就 我 所有的计划 就是这个样子 神不会这样做 他还没有 办法领受 他需要经过 一个过程 他的心里要 要积可母义 他要有盼望 要有信心 他要经历整个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祷告的 这个过程 等候啊 忍耐啊 祈求啊 然后得交 然后就喜乐了 然后就很 哇 感谢主 所以 神确实 这个家庭也好 无论什么 从什么角度来看 无论什么环境 无论什么光景 我们 不要 轻易 判断 认为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了 神给我们 这里一个挑战 又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鼓励 你要求告我 我就应允你 有些事情 我要告诉你 要指示你 你求我 我就告诉你 你等候我 你寻求 你就得交 你不祷告 你不寻求 你就得不交 有多少个人 出生了 长大 活了 死了 又来又去 多少个人 这个样子的 神有多少事 要告诉他们 多少秘密 多少奥秘 要向他们显现 关于他们自己的 神的计划 天国 神的这个 什么 那个应许啊 什么东西了 但是因为没有求 没有渴慕 没有祷告 结果没有得交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看到 所以耶利明 目前的光景 很不好 从各个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 这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悲观 非常的悲观 他个人很可能 心里感到 难过 沮丧 灰心 没有看到 有盼望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 神的话 领到他说 耶利明 好像遥醒了他 你先不要放弃 有些事情 你还不知道 你求我 我就告诉你 而且 这些事情是 又大 又难 很奇妙的事 一下子 如果你个人 在这样一个环境 一个很 感到很灰心 感觉好像 好像就是这个样子了 没有什么希望了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突破了 没有什么进展了 没有什么进步 而且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办法了 然后 突然 有这样的话 临到你 这个真的是会一瞬间改变你整个的观点 对不对 就是你的思想 对整个你的情景 你的光景 一下子你会 哇 我以为 我以为 因为我们常常习惯 依靠我们自己 所以圣经必须要告诉我们说 你们不要依靠自己 因为我们会做的就是依靠自己 什么叫依靠自己 就是我的感觉 我的思想 我的判断 我的认知 就是我的感觉 然后我们就依靠 我们就认为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在这里卡住 我们在这里会瘫痪 瘫痪是因为我们太相信自己 太相信自己的感官啊 自己的判断力啊 自己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捆绑 尤其是魔鬼也在攻击 魔鬼也是在袭击我们 所以神的话就临到我们相当于一道大光 叫要我们 让我们知道 其实还有一个角度 从另一个角度 你可以看整个这个问题 其实还有一些事情是你不知道 还有一些很奇妙的事情 是你不知道 所以你要 但是他没有马上告诉他 他就是让他祷告 让他求告 让他等候 让他寻求 然后他就要告诉他 那么那些奇妙的事情 大概是哪一些事情 神在上面 已经开始透露了 接下来 所以我们记住 原来的环境 对吧 很悲观 非常负面 这个部分我要跳过 我要从第六节开始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宝贵 这样的奇妙 鑽石看起来 最美 当你把它摆在 那个黑布料上面 那个背景很黑 黑黑 黑漆漆的 然后你才能够看到 那个钻石多么的美 所以神的这些应许 好像是画在一个 很黑的一个 叫什么 背底上 底吗 背景 这个词我也知道 一个很黑 非常暗的 然后就开始画 画 画 所以看的时候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荣耀 从这个第六 我读一部分 看啊 我要使这城 得以全于恩书 使城中的人得一致 又将丰盛的平安 和城市显明于他们 我也要使犹大 贝鲁的和以色列 贝鲁的归回 并建立他们 和起初一样 我要出尽 他们一切罪 就是像我所犯的罪 又要赦免他们的一切罪 就是干犯我 违背我的罪 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 使我得颂赞 得荣耀 名为可喜可乐之城 万国人 因听见我向这城 所赐的福乐 所施的恩惠平安 就惧怕战情 这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是难以 想象的 那个当时环境 太黑暗了 似乎不能在黑暗了 然而 神始终 有这么美的意念 有这么宝贵 这么充满 怜悯 慈爱 恩惠的一个计划 要 把这么大的祝福 赐给这么悲逆的一个百姓 真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这是耶和华的话 我们接着往上读 从这个地世界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论这地方说 是荒废无人 无人民 无牲畜之地 但在这荒凉无人民 无牲畜的犹大城 和耶路撒冷的街上 必在听见有欢喜 和快乐的声音 新郎和新妇的声音 并听见有人说 要称谢万君之 耶和华 因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又有 奉感谢寄到 耶和华殿中之人的声音 因为我必使这地方 使这地被炉的人 归会和起初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哇 我们跳过这个 跳到这个十四节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应许 以色列家和 以色列家和 犹大家的恩言 必然成就 当那日子 那时候 我必使大卫 公义的苗义 长起来 他必在地上 实行公平和公义 在那日子 犹大必得救 耶路撒冷 必安然居住 他的名 必成为 耶和华 我的义 他在语言弥赛亚 他在语言耶稣基督 有没有想到吗 他把 似乎是 整本圣经 最奇妙的 最宝贵的 一些语言 一些因素 就在那个时候 显明给 耶利米 看 给他指导 给他 这么大的 这肯定是 他不知道的 他又大 又难的事 哇 真的是 非常的大 非常的奇妙 非常的 非常的 那个 不知道怎么说 十七节 因为耶和华 如此说 大卫必永不断 人 坐在 以色列家的宝座上 即使 利位人在我面前 也不断 人献 凡击 消速记 时常办理 献祭的事 耶和华的话 临到耶利米说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 这里说 耶和华的话 是不是 这个是 逐渐的 歧视的内容 我的意思就是说 是不是 神叫他祷告 神叫他求告 然后 神叫他祷告 神叫他求告 神叫他等候 神叫他寻求 为什么 因为 他透过你寻求 透过你祷告 我要向你显现 我要告诉你一些 你现在还不知道的事 我要向你显明 我奇妙的计划 你要祷告 你要寻求 我们不知道 或者说这个事 全部都一下子就说出来 如果是那样的话呢 而神告诉他这样的话 那说明神还有更多事 要 就是说 启示给耶利米知道 哇 真的是非常的奇妙 所以耶和华的话 临到耶利米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们若能废弃 我所立白日黑夜的鱼 使白日黑夜 不按时轮转 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 大卫所立的约 使他没有儿子 在他的宝座上为王 并能废弃我与 侍奉我的祭祀 立位人所立的约 天上的万象不能算数 海边的沉沙也不能斗亮 我必照样使我仆人 大卫的后裔和 侍奉我的立位人 躲起来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 就是要被杀了 对吧 那个人口 要被录 要被录到巴比伦 但是神的话 领导他 我要告诉你 我的应许 我的 你没有看到 你现在是想不到 你无法看到 你不能够怀疑我 我是神 全能的上帝 满有怜悯慈爱 要救赎这个百姓 要兴起这个百姓 要执行我的计划 要应验我的恩言 我想到 耶稣 讲那个比喻 关于那个寡妇 去找那个 神判官 给他 神冤 他不给 求他 他不给 后来觉得被他烦扰 才给他 也是说 难道 神的百姓 就业 就业 不断地求告他 不断地寻求他 难道 他不给他们申愿吗 难道 他不会答应他们吗 我们也要记住 就业 我们要寻求神 就让我 突然就想起我们 前一阵子的 那个祷告的 常常祷告 有段时间 每天晚上 在教会祷告 我觉得 我们可以考虑 回复这个 这个挺好的 至少一部分 可以回复 这是肯定 肯定神会听的 肯定神会听的 如果我们 真心地来祷告 真心地来寻求神 真心地把自己 摆在 祂的这个祭坛上 说 主啊 我在这里 祂使用我 我要死 要活 你决定吧 你要怎么样 就怎么样 我处于你 我的生命就在这里 这是肯定神听到的 肯定是神听到的 主我要知道你的心意 我要知道你的计划 我要你为我开乐 我要你的祝福领导我 这肯定是神听到的 肯定 他无法不听 他无法不听 他百姓 就也 求告他们 是不可能 因为我们是身体的肢体 我们是 接上了这个头 耶稣基督 如果你 你砸了你的脚 难道不痛吗 肯定痛 你砸了你的手 你用 那个 那个锤子 钉钉子 你砸了你的 啊 你肯定痛 你不能说哎呀那个是离我的头很远的 所以不痛 反正都是一个身体的 肯定会痛 非常的痛 所以 我们的主 借着圣灵 让我们和他合而为一 是不可能 无法体谅 我们的 这个光景 他是不可能 没有感觉 不可能 不可能 他一定知道 他一定能够体会 他一定能够体谅 所以 更何况 当我们凭着信心 就业 在我们的患难当中 在我们的 那个 那个 叫什么 困难当中 在我们的 那个不突破的 环境当中 来 来求他 我依然相信你是全能的神 我依然相信你是万王之王 我依然相信你有个计划 我依然 我们还能 还能够相信吗 还能相信吗 还愿意相信吗 是信心 能 移山的 是信心 能够 移山的 这是主耶稣的教导 问题不是神 怎么样 怎么样 问题是 地上 人子来的时候 能够找到信心吗 能够找到有信心的人吗 问题不是神那边 问题是我们这边 信心 太小了 但是环境 我知道 我也常常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经文 我们看到神的心意 看到神 在那样的一个时候 像耶利米显现 其实 耶和华的一年 高过我们的一年 他的道路 高过我们的道路 我们想的是 那个死亡 神想的是生命 我们想的是失败 神想的是得胜 我们的环境 告诉我们 放弃 神说 你们这时候 就是要起来 大大的有信心 你的时刻 到了 23节 耶和华的话 领导耶利米说 你没有揣摩这百姓的话吗 他们说 耶和华所拣选的二族 他已经弃绝了 他们这样藐视我的百姓 以为不再成果 哇 耶和华说 是谁在审判 以色列 是神 所以他们想 耶和华 拒绝我们 好像应该是自然的吧 毕竟是神在审判他们 是神不释放他们 是神不帮助他们 但是在这里说 他们 他们藐视我的百姓 以为不再成果 好像神有一点 异怒在这里 岂有此理 即使是我要审判 即使是我管教我的百姓 你就不能够说 我不会恢复他 你就不能够想 我就没有怜悯的心了 我不会再做工了 你这样想实在是 实在是 错看我 像约伯那样 约伯错看神 哇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你们没有揣摩这百姓的话吗 他们说 耶和华所拣选的二族 他已经弃绝了 他们这样 藐视我的百姓 以为不再成果 耶和华如此说 若是我历白日黑夜的约 不能存住 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 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 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 不是大卫的后裔 治理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后裔 因为我必 使他们 他们被卢的人 归毁 也必 怜悯 他们 你们就 不要再怀疑了 这是 耶和华所说的 我必 使他们 被卢的 归会 我也必 怜悯 他们 我也必 使他们 重新的成果了 所以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尤其是这个第三节 我感到 我被 被勉励 被鼓励 因为 神有一些奥秘 我们还不知道 神有一些计划 我们还不知道 神有 有怜悯 要给 所以我们要求 以后我们才知道 我们才看到 我们才经历 所以 就算是在这么 黑暗的一个光景里头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够 取消神的计划 阿们 阿们 感谢观看